嗨 我是虎頭燒貝 那今天呢 因為我剛下班 那現在還在等 就是等著接人下班 那既然如此 我就來錄一下 就是 我先介紹一下我開的車好了 我開的車是 應該是21.5年式的福特庫嘎 1.5時尚版 就是不是X的那個版本 那我開它應該 也邁入第三年了 因為我保了第三次的 就是車險 那我現在在 就是某個地下停車場 那這邊可以看到說 因為其實那個 就是燈光不太佳 然後因為我就是突然想到 就是 如果我要 例如說把門打開啊 或者是說 就是把 就是把燈打開之類的 那 我就想到說 其實 KUGA的 KUGA的音效果真的是蠻好的 那像 現在來做個比較 就是因為我現在是 就是你看 我現在的 車門是關著的 那 我即將要 把車門 打開囉 準備 3 2 1 就是如果是就是把 車門打開的話 它就會 就會是現在聽到的樣子 然後因為這音樂真的是超熱 所以其實我也還想把門打開 但是就是想說做個比較啊 就是 就是做個 KUGA的 隔音的比較 那 現在是門打開的狀態 然後我們即將要把門關起來囉 有感受到嗎 就是 環境音 關起來跟 打開 那我之前真的是 我有一次真的是 算是 嗯 蠻有感的啦 就是 當初我剛 剛簽 KUGA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要去 就是裝那個 ETAG 然後 然後 那時候 因為我們是要裝那個 車牌框 想說 就是不想要貼在 擋風玻璃上面啊 因為擋風玻璃上面 就是 又很麻煩啊 就是 第一個要看你的 隔熱紙 你的隔熱紙 就算貼得再黑 其實也不會 就是阻擋到 ETAG的 效能 但是 如果你的 隔熱紙 使用的是有 金屬材質的話 那你的 ETAG 其實就會感應不到 對 所以 那時候就是 嗯 其實我們應該也是沒有做 就是 有 金屬材質的 隔熱紙啦 但是 就是覺得說 啊 就是你要在 千擋風玻璃上面 貼一個東西 然後又 就是有點醜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是 決定你要做那個 就是 花多一點點的錢去 做了那個 排照框的 ETAG 那 那個時候就是 剛開去 然後我記得 我記得那個時候 業務就跟我講說 因為我們的那個 隔熱紙鋼鐵 所以叫我 然後 三天內 不要 開窗戶 然後開過去 然後 就 就請那個 人員出來 幫我們要 要裝那個 車牌框 然後 嗯 那個人員好像 就是叫我 欸 再往前 再往前 就是再往前開 我看到他嘴巴在動 但我完全聽不到他在講什麼 就是 他的隔音就是 很好 就是 好到 就是 嗯 讓我有時候 覺得 就是 哦 如果我的車窗 其實都是關著的話 那 我好像 其實沒有辦法 就是聽到 就是車外面的人 到底在 到底想要跟我講什麼 就是他可能要講到 非常的大聲 就是 就是 這是 他的 算是優點也是 缺點啦 我覺得 就是 優點就是 他真的是 很安靜的一台車 那 缺點的話就是 當車外的人想要跟你講話 你其實是聽不到的 對 啊 反正大概就是這樣 對 然後我希望 就是 不要再這麼熱了 但是好像很難 因為現在才 剛進七月嗎 嗯 我在想 是不是 今年是聖音年 但是 現在感覺好像氣象都是 三年聖音 就是三年都會很熱 然後一年反聖音 其中一年就是 超冷 就是連排中都會下雪的那一種 對 anyway 好 那今天是我的分享 那就 期待下次再見囉 我是虎頭燒貝 如果喜歡這個分享的話 請幫我 按讚 訂閱 跟分享囉 嗯 掰